虽然很多人认为蒙马像在一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但直到四千年前 也就是我们的下朝和埃及金斯塔修建的时期 还有蒙马像活着 那时他们还生活在北冰洋一个叫弗兰格尔的小岛上 那么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人类从未触及过的地方消失的呢 今天是蒙马像末日的故事 蒙马像出现于新生代早期的上新市 在欧亚大陆、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广泛分布着 但到约四万年前开始的气候变化和一万年前开始的人类狩猎活动 导致他们的生活区域逐渐减少 红色的区域是蒙马像生活的地方 在约六千年前 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了栖息地 恰巧的是 原来陆地的地方随着海面的上升变成了岛屿 许多蒙马像被困在了岛上 虽说这是一个被孤立的地方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乐园 2007年赫尔辛基大学的劳拉阿佩博士表示 当时这个岛是食物丰富的托德拉地带 从在这里发现的蒙马像化石中提取的同位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 反映营养状况的碳和氮处于正常水平 也就是说他们被困到了岛上 但食物却很丰富 而且那时人类还没有去过 它离陆地有140公里远 数千年前的人类还很难去这里捕猎马像 而它是在发现人类生活痕迹的数百年前发现的 这具蒙马像灭绝已经很久了 如果不是因为食物短缺和人类狩猎 那么这个岛上的蒙马像为什么也会灭绝呢 事实上在劳拉阿尔佩博士之前两年 就有一项研究分析了蒙马像灭绝的原因 动物遗传学家阿尔弗雷德·罗卡博士分析了这里发现的两只蒙马像的基因 发现其中一只缺乏基因多样性 他估计当时岛上生活着约200到800只蒙马像 当在如此小的种群规模进行数千年的近亲繁殖时 疾病或有害的隐性基因会在整个种群中积累 各种突变会导致物种崩溃 特别是由于没有外来的蒙马像 在孤立种群中无法传播新的基因 进而导致基因多样性下降 加速了种群的灭绝 此外2007年遗传学家利贝·卡罗杰斯分析了 弗兰格尔岛蒙马像化石的基因 正是与毛囊发育有关的FOXQ1基因发生了突变 如果这种突变导致毛囊无法正常发育 蒙马像将无法正常适应寒冷的环境 因而走上灭绝之路 随后芝加哥大学的艾林弗莱博士 将岛上蒙马像的DNA 与现在亚洲象和古代蒙马像的DNA进行了比较 令人惊讶的是 在弗兰格尔岛蒙马像的DNA中 与雄性生殖有关的NKD1基因发生了突变 与细胞线毛发育有关的HYLS1基因也出现了问题 他们还发现了OR5A1基因的突变 它与嗅觉受体有关 嗅觉受体可以感知一种叫做β子罗酮的化学物质 这是一种由植物的花产生的化合物质 它不能感知 这意味着蒙马像闻不到花的味道 导致它甚至无法正常进食 另外与胰岛素分泌有关的NEROG3基因也发生了突变 在哺乳动物中 这些基因一旦被破坏 就会出现糖尿病 腹泻和呕吐等重状 这种在岛上被隔离有害突变积累 并导致种群灭绝的过程是突变消融 4000年前 弗兰格尔岛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天堂 但近看它可能是一个到处是生病的蒙马像的地狱 但是我们知道蒙马像灭绝的主要原因是基因多样性的减少 也有一些科学家专注环境因素 你还记得之前分析过布兰格尔岛蒙马像同位素的劳拉阿佩博士吗 他在分析同位素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在蒙马像骨骼中发现了大量的硫和丝 阿佩博士说在蒙马像活动期间 由于全球变暖 该地区降水增加 加速了岩石的风化 导致大量有毒金属流入土壤 污染了蒙马像的饮用水源 也就是说由于环境污染 蒙马像的数量急剧减少 他还注意到了另一个原因 就是结冰现象 从大约5500年前到4000年前 弗兰格尔岛地区的气候逐渐变暖 这里经常下雨 然而问题是雨水落在雪地上结冰 导致蒙马像无法吃到植物 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但这些蒙马像因这短暂的极端天气消亡了 事实上现在也有很多动物因为极端天气而死亡的情况 2003年 加拿大有2万头射牛 以及弗兰格尔岛上的数千头驯鹿被极端天气所杀 人类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 在遥远的孤岛上 地球上最后一只猛马像正在微弱的呼吸 它们是统治一个地质时代的生物 但它们的结局真的很可悲 同时我也很惊讶 你可以从一块化石碎片中 科学的方法推测和想象它们的生活 以及结局